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 就有很多人对我很多质疑 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不称职的歌手 或者是做一个不称职的演员 但是对我来说 我做一个能走时装周的模特儿 也只不过多了一个标签而已 是吧 所以我回想在2017年的时候 我开始被媒体发现 就是在北京有一个活动的时候 那一天我染了一个绿头发 然后所有媒体报道就说 哇 陈日宝疯了 陈日宝染成这样了 他肯定是薄眼球 他肯定想要干什么 这新闻接踵而来 我非常害怕 因为其实我很害怕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好像一点小事情 我就觉得我特别地怕被发现 这好像跟我的工作有点不一样 但是后来媒体自己去找的 在16年或15年的时候 我造很多的城市去演出的时候 当下我都觉得说 那这城市是可能是黄色 下一个城市是橘色 但我觉得自己也开心嘛 开始做自己也挺好的 后来媒体自己后来去寻找 这些问题的这个端倪之后 他们发现 我不是薄眼球 这是本人对这种时尚的这种 这种喜好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 叫做千面 这张专辑有八种造型 八首歌曲 八种态度 八种不同的陈志鹏 所以当时 我们在讨论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想说 那我可以做做自己吧 我可以把所有的流行元素 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当时呢 我就想说 我可以穿好看的衣服 我可以穿我想穿的衣服 不计任何年龄数字 我今年48岁了 所以很多人会看不见 我到底是几岁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问题 接着要说 就是我的从小的时候 我对 我的父母亲的这个印象当中 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就像我刚才也说了 他们现在八十多岁 爸爸永远都会夹菜给妈妈吃 然后妈妈就乖乖地吃 为什么 因为我看得到 我的原生家里 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 但是呢 我的父母亲 他们是属于比较中国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思维 之后 陆陆续续的新闻出来了 包括在台湾地区的新闻也好 或者在任何地方的新闻也好 都会看到陈日鹏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又泡在浴缸 又在水里面 又可能露一点尖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当时我都在想 我的父母亲 他们 在看到这类新闻会怎么办 还是忐忑嘛 因为毕竟八十几岁七十几岁 后来我就打电话 我那时候在广州拍戏 我就问我父亲 我父亲就说 你妈妈就是 就是那张照片 那个报纸上面 就是你跟两个裸女 我说什么裸女 他说有打马赛克啦 就是把重要部位遮了 然后基本上我也没怎么穿 这样子 后来在台湾的那个报纸 就特别大的篇幅 我就问我说 那妈妈看得怎么样 我父亲就说 你妈妈只有吐个舌头 我说 那这舌头是什么意思 他说 很好看啊 我当时心里就放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特别能够感受到 因为我妈妈是做美容美发的 所以在对美的这种东西 她能够接受度特别强 而且她远超于 就我父母亲的这种 对审美 对这种自己儿子的这种爱 超越很多在网络上留言的网友 所以我觉得 我就觉得 我必须得在第一时间 要跟他们分享 我就是说 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自己 在我的 我和我的原生家庭 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 我也只能说 我现在特别开心的是 我战胜我自己 我找到我自己想要去做的 人生当中的自我 他们说过一句话 你只要不偷 不抢 不贩毒 你自己想做的任何一个事业 你就是成功的 勇敢地往前走 你就是第一次 所以以上就是我说的 我和我的 原生家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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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